两年一度的普里玛艺术节今年迈入第二届 普里玛是台湾族语的手艺精细的人的意思 是台湾唯一以原住民为主的节庆 今年邀请了很多位金曲奖得主同台演出 像是知名的欧开合唱团 还有曾经拿下最佳原住民歌手的 桑布尔一丽高露 还有来自阿美族的歌手苏命 而且欧开等四组原住民音乐家 要前进爱丁堡艺术节哦 由阿卡梅拉重新诠释泰雅族的音乐 他们是欧开合唱团 曾经拿下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 他们要跟阿美族的卡庚乐团 让再生剧场以及提莫尔古兴舞集 一起前进爱丁堡艺术节 推广以台湾的原住民文化 比方说像欧开他们是这个人生乐团 但是他们唱的都是我们这个原住民 非常传统的歌曲 四种表演团体他们都是不同的艺术形式 但是那个核心其实讲的就是 原住民的文化内涵 但是他们用一种很现代的方式 把它展演出来 他们还要一起参加台湾唯一 以原住民为主的节庆 普里马艺术节 普里马在排湾族语 是手艺精细之人的意思 为了表彰原住民的艺术 原文会打造普里马艺术奖 从演出团队到评审 全部都是原住民 还带来为期半个月的演出 今年除了欧开合唱团 还邀请荣获金曲奖 最佳原住民歌手的 《嗓布仪》以及《倚力高露》 还有以阿美族和贝南族为主的 原舞者他们致力于 推广原住民的音乐以及舞蹈 多次登上国内外知名剧场 文化内涵是一样的 要传达的还是大自然跟人之间的关系 然后还有我们大自然跟祖灵 跟祖先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那个是我们这一次 城市部落想要表达的 很传统的原住民的东西 其实透过很多不同的创意 跟展演的形式 它可以是一种当代的 一种生活的态度 这些当代艺术家 透过不同的演出方式 传承原住民的精神与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